哈囉! 今天要來開箱台南的姚萍 我上一個月去台南的時候 然後去姚萍買 然後結果整個客滿 我就整個一氣直接上網 訂他一整盒 過了一個月的來了 一盒的啦 來開開 我第一次去姚萍的時候是大一 那個時候他好像還沒有很好 如今他已經整齊了 再附一張紙紙 食用說明 再附你一張明信片 全系列全口味的布朗尼 我們是買綜合的 就全部口味各一片的 懶人吃法就是冷藏取出直接吃 常人吃法是讓布朗尼伸展休息5分鐘 達人吃法 他是用烤箱進去熱一下 我猜最最旁邊這一個是原味 第一個他上面有插一片 像應該是巧克力吧 等一下我剛剛填到了一個肉桂味 所以是旁邊的這個我猜應該是肉桂 上面是肉桂粉 對 我覺得這個感覺是肉桂 肉桂吧 肉桂吧 你還被咬就感覺到濃濃的肉桂香 我第一個就選擇我不敢吃的了 一般吃蘋果派的肉桂可能都還比這個重 這也是因為他本身布朗尼真的是很綿很好吃 看他斷面就知道 那個像在吃一整塊巧克力的感覺 下一個第二個是這個可可薑果 他上面有一點點粉的感覺 喔對阿巧克力粉啦 上面是肉桂粉 對 那你沒有一點可可可欸 我倒是吃到薑了 他沒有那種很嗆的那種薑味 是有點像你吃 做豆花有時候會加薑 那種薑汁的那種味道 淡淡的 後面有一個味道這樣飄出來 它不是啪出來 它是飄出來 好吃 下一課 倒數第三個 因為我們是反過來吃的 這一個 它叫芝士菊 它中間應該就是一顆起司吧 我猜 很香 柑橘的味道 中間那一塊到底是起司還是奶油啊 我也吃不太出來中間那個是不是 我現在就含著這塊白色的 欸 好吃欸這個蠻順的欸 中間的那一顆起司是很潤 它很滑 可是它沒有太濃的起司味 他可以挑的這種起司是跟它的布朗尼 是很結合在一起 喔對對對 你的在吃的口感很像 你的口感很像 哇你們會講那個高 高 高 這個也很好吃 下一個 下一個是辛咖哩 它上面有放一些辣椒 這個有辣 有辣 有辣 有吧 我覺得沒有辣欸 真的假的 我好像受不了欸 屁啊 真的啊我現在私人是需要喝一口水 最好吃的啦 然後這麼辣 你需要辣要直是不是 我覺得它一開始進去的那個咖哩味蠻 蠻濃的 而且因為它的樣子其實很像咖哩塊 你煮咖哩塊然後它泡熱水 它開始有點耀溶 就有點像這個 就是它吃這幾個裡面味道最明顯的一種 OK 下一個 一看就知道 抹茶 非常抹 它是濃度很高的抹茶 然後應該是蠻好的抹茶粉 有一些抹茶的商品會有一個很假的抹茶味 或者是很稀釋的抹茶味 可是這個沒有 所以還是不苦 因為那個布朗尼巧克力可能中和掉它的苦之類的吧 OK 下一個 棉花糖口味 我覺得它棉花糖很可愛 它彈出來的時候會直接碰撞在你的感觸感裡面 雖然說 它一樣是跟布朗尼結合在一起 可是它就會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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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的味道很經典 像是你去Costco會買的棉花糖巧克力的那個 泡的那個有沒有 你吃起來就是這個感覺 好啦 下一個 下一個是炎炎 上面有一堆草 然後 放在嘴巴你就吃它一個 鹹鹹 甜點 看這上面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完全吃不出來 喔 厲害了 厲害了 吃起來沒有什麼草味 No ZERO ZIP Nothing 知道我在演哪一段 你就是好孩子 OK 下一個 第五個 甜酒 它上面有撒一點這個 亮亮的東西啦 我其實最怕酒的巧克力了 我依然不愛 它很香欸 我覺得是不是因為酒的關係 所以讓它吃起來會更滑順一點 酒的那種 香氣自然而然的散發出來 但是它不會讓你嗆到 不會讓你暈 吃到醃味 下一個 我之前印象中我最喜歡的 梅果巧克力 它上面就是有一些 梅果的 屑屑 它有一個 草莓的香氣在裡面 它不會像是說 你去吃草莓巧克力的時候 那麼 那麼草莓 我很喜歡這一個 這個依然是我很愛的 清爽 春天的感覺 下一個 咖啡口味的 這個也是我苦手的 因為我超不愛咖啡 它上面有一些咖啡豆穴穴 它不是咖啡香 它是咖啡豆香 它這個比較結實欸 對這個比較硬 感覺就有點像是咖啡給人家有印象那種 毅力不搖 讓你睡不著 不要在這邊亂講 它是深焙的咖啡豆穴 有粗獷的苦香跟咖啡顆粒口感 跟我們講的一模一樣 ok 下一個 第二格這個是核桃口味的 核桃你咬下去就 哇 然後就跟這個香蕁不然你喝來 當門見瞻 對啦 就是這樣子啦 越講越隨便啦 因為前面的口味比較基本款 我們剛剛是從後面吃過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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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就是它的原味布朗尼 這一切的精髓 它的布朗尼本身就是非常濃郁的那種 有一些布朗尼是 要不是糖加很多 不然就是會有一點蛋糕體 可是這種是有點像是 超爆濃的巧克力 可是它不會太甜 它是可以慢慢品嘗的那種 它甜的不膩 搖瓶的布朗尼 巧克力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純粹 太認真 講這麼認真 就是很好吃 原來這種記憶中的味道 最怕的是記憶裡面的比較美 可是它沒有讓四年後的我失望 吃完了 我們來選 心中最喜歡的 現在只能選一個口味 你就是要買它的 3 2 1 3 2 1 你最喜歡牛仔糖 我覺得還不錯啊 那我們現在在選那個最驚喜的 3 2 1 知識菊 倒是覺得請酒這當我蠻蠻 蠻訝異 我們完全沒重複欸 我們就把這四個 送進微波爐達人吃法的感覺 GOGOGO 這一個是原味 可是因為我們其實沒有烤箱 所以我們只能微波 所以我覺得應該跟他的達人吃法 有一點差距 這真的長按 我怎麼融化 過不到30秒就變成這樣了 微波跟烤箱是 天真寂寞 棉花糖千萬不要拿去微波 齁 這種愚蠢的事情 我們幫你做了齁 不要拿去微波 烤箱就是烤箱 它不是加熱 它要烤 好不好 我先吃一下原味的好了 做的很好吃 紅顏巧克力蛋糕的感覺 喔 加熱真的好吃欸 很香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啦你自己解決這個棉花糖 萌 萌嗎 真的啊 我覺得它的巧克力真的很強欸 啊你們看就很像是在吃一堆爛泥巴 我來吃莓果 哇 莓果 莓果就融得比較慘 愛妮有點太異狀了 酒的烤箱比較香欸我覺得 所以因為芝士菊 這個它裡面的起司 它整個已經 焦掉了 我覺得芝士菊冰的比較好吃 起司變熱之後 它的口感跟巧克力分開了 看來我們這個不是達人吃法 我們是 阿達 家裡沒有烤箱的 你要微波爐 慎選你的口味好不好 那今天的 瑤瓶巧克力組合包 開箱 到這邊 掰掰 掰掰 西亞 西亞是什麼 嗯 英文的啊 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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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亞嗎 不是他們都講西亞 西亞 你聽你講起來像台語啊 什麼西亞 誰是西亞